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克莱七日畅销榜第15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心理励志类第4名 书名叫做《你会用最好的自己去迎接最好的幸福》 作者饺子 出版社评装本 出版日期2024年1月2号 内容简介 迎接生命最美的一场蛻变 接受幸福最盛大的一次邀请 最终是你完整了自己 是你给了自己最好的幸福 46个迎接最好的自己和幸福的方法 5个在伤疤上又开出花朵的真实故事 叫自最新代表作 博克莱2023最佳人生指南奖得主 2023成品博克莱两性关系类年度销售总冠军 追寻幸福的三个步骤 一趟发现自己的幸福旅程 我爱你不应该只是一句浪漫的话 对角子来说 我爱你更应该是我们追寻幸福的三个步骤 让我们从那一场伤心的沉淀里 发现到更多的我 更清楚自己想成为的人 于是我们才会知道 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 然后也才会清楚 自己该去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你 这本书就是一趟饺子 想邀请你重新认识我爱你的旅程 让我们从爬梳此刻的伤心开始 重新回到内心的平静 然后再一起从我出发去定义爱 然后再去寻找那个对的人 从此不再漂流 找到真正的幸福 读者票选本书最爱金句 一个不能给你幸福的人 研究他要做什么 对的人就会很顺 你不是错过幸福 你是终于看清楚了 那真的不是幸福 它只是一段路程 并不是你的人生 你不是舍不得他 你舍不得的 是那份曾经刻骨铭心的心意 世界还有好多你没见过的样子 最圆满的和谐是自己接住自己 你可以等 等更好的自己 等更好的那个人 作者简介饺子 全品书店2021、2022、2023 连续三年年度畅销Top10作家 2023独末年度华文大奖 最佳人气作家奖 销售百万本艺人畅销书 唱片专辑的幕后推手 计划过的艺人作品有蔡依林、SHE、孙燕姿、杨成林、周渝铭等人 2015年开始用温暖了解的笔触勾勒爱的主题 成为许多伤心人的文字闺蜜 作品开始成为走到幸福之前爱的必读本 内容是读 我爱你 我爱你如此美好的三个字 你听过这三个字 你还记得他第一次跟你说我爱你的样子 你觉得感动 你把它当成承诺 你愿意就这样跟他走一辈子 你从没想过 我爱你 后来也成为那份感情里最讽刺的词 他真的没有做到 他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这一路你没有辜负过这份感情 你的眼底只有他 你眼中的我爱你 重点一直都只是三个字里最后的那个你 从刚开始在内心揣测的你 会喜欢我吗 我要怎么做才会让你更爱我 到后来委屈求全的 我该做什么才能挽回你 甚至最后当对方都已经离开 你都还在苦苦思考着 为什么你后来会那样 为什么你还要跟我联络 点点点点 你全心的在乎着对方 唯一忘记在乎的是最重要的自己 所以最后你才会不止失去他 还失去自己 才会不止失去爱 还失去对爱的相信 在这条寻找幸福的路上 我们又是迷惘了多久 迷路了多少次 才突然发现原来是我们一直错放的重点 既然是我爱你 那正确的思考顺序就应该是 我爱你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想要什么样的爱 所以我需要什么样的你 因为这是你只有一次的人生 因为你才是自己的人生里最重要的人 所以一切的标准 当然都要从我开始 先确定自己想要的人生 才会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爱 也才知道什么样的人 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因为没有人会一开始就知道答案 就清楚自己想去的方向 所以爱才会让我们挫折 那些挫折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击垮我们 而是要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挫折里 再次回到我去沉淀 去思考 更确定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这本书的五个章节 46篇文章 就是一趟我想邀请你 重新认识我爱你的旅程 让我们从爬梳此刻的伤心开始 重新回到内心的平静 然后再一起从我出发 去定义爱 然后再去寻找那个对的人 每个问号都有一个伤心的主人 他们不是只有伤心而已 他们还伤脑 因为他们不懂 为什么那个离开的人要这么做 那是你一个人的伤心路程 以为自己好似比较平静了 却还是会在一阵突如其来的 情绪浪潮里 又脆弱了 动摇了 又开始自问自答了 有没有可能 他只是一时意气用事 正在等我挽回 会不会他也开始有一点点后悔 他真的爱过我吗 如果他当时对我的爱是真的 为什么他现在可以那么快就又爱上别人 那些问题像细胞一样不断的在你的脑内增生 你给过自己各式各样的答案 却没有一个是确定的 没有一个是有真的证据的 你唯一亲眼见过的证据是他的无情 是曾经说过爱你 后来也可以无情的像陌生人那样走开 是不曾对自己的无情歉疚 所以才能做到若无其事的回头 他是最无情的 并不是对你 而是对待爱情 原来他眼中的爱情 本来就可以呼之急来 会之急去 所以当他不想要了 他就丢掉了 当他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信手拾起 而他捡起的东西 不必仅限于你 那不是你陌生的场景 你去过那样的地方 到过那个只能等待的寂寞世界 他不是你刚认识的人 你从一开始的快乐 到后来也见识了他的自私与不在乎 那更不是你没有努力过的爱情 你是真的好尽力 最后却还是被丢下了 那些此刻还一直在困扰着你的疑问 不管后来还可以再衍生出多少种问题 答案都只有一种 就是他绝对不会是你的幸福 真正让你伤心和遗憾的 并不是失去他 而是失去幸福 所以才更应该要努力 去追求真的幸福 你的目标应该是幸福 而不是他 所以才更不要把时间 再继续耗费在这里 这世界最浪费时间的事情 就是一直在重复思考 那个离开的人 究竟在想什么 一个不能给你幸福的人 研究他要做什么 这便是我回复 这些问题的唯一回答 不会有别的选项 不会有别的可能 比起你真正值得的幸福 那些早就幻灭的曾经 真的太微不足道 在前进的路上 谁不是带着怀疑 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 真正的幸福会在前方的哪里 又会再何时到来 但我绝对可以作证 那些后来终于找到幸福的人 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值得幸福的权利 你会继续努力向前 你会为自己尽力 不再跟他有任何联系 就是你接下来最大步的前进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 你会用最好的自己 去迎接最好的幸福 作者饺子 出版社评装本 出版日期2024年1月2号